你好,卢台长 你好 我是为我儿子求的 2004年,属猴的 嗯,看见了 你的儿子,我可以告诉你 脑子有问题,智商出问题了 对不对啊 对 鼓掌 明白了吗 这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 一个灵性是一个老人 这个孩子在生出来之前 你们家族里边 有没有一个老人过世 没有 两年多前 孩子生出来两年多前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没有,只有一个姨父 是吧 是姨父是吧 对 我想给你听她的样子啊 那,我想给你听啊 个子不是很高的 头发往后疏的 死的时候很痛苦 眉毛平的 两个眼睛不大 小小的 鼻子也小小的 对 吓死你们了 都看得见的 在她身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应该要准备对我现在 你现在赶紧给她许愿要念八百张小房子 明白吗 而且这个孩子现在讲话都不太好讲 对 话讲不清楚的 对 明白吗 你们要不要我当场给她的颜色看看 谢谢啊 她叫什么名字啊 江伟欣 江伟欣 过来 江伟欣 等等啊 江伟欣 好 不要动啊 不要动不要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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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啊 不要动啊 会讲话吗 来讲话 叫一下台长 台长 叫台长 台长 叫台长 叫台长 台长叫了 看见吗 拜一拜 拜一拜 手拜一拜 拜拜 你拿手拜一拜 你叫他拜拜 手拜一拜 喂 手拜一拜 嗯 好 看见了吗 你们看荧光屏上就可以了 用不了站起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孩子 这个叔叔已经在他身上很多年了 你必须要把他念走 不念走的话 这个孩子活不长的 先折磨他 大概在15年之后 这个叔叔就要把他带走了 是他的公公 公公就会把他带走 你听得懂吗 听懂 好吧 你现在赶紧给他念800张小房子 然后你每天最好给他念27遍心经 大悲咒念17遍 礼佛念5遍 好吗 大悲咒念17遍 心经27遍 他有人给你记的 好吗 没有问题的 好吗 这孩子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主要是灵性在身上 他不是一直这样的 有时候很听话 一到晚上就不听话了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会说话吗 对不对啊 对 对 他是主要的灵性是晚上就上他身 白天有个好一点 他会不会说话 我讲给你听 很快就会说话 你念到三四百张的时候 你看看他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你到时候一定会告诉台长 像制止他这种病啊 对台长来讲 小菜已经叠了 好了 听话 跟台长说再见 老实的吧 再见 看见吗 拜拜 看见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没问题的 小房子今天到底就可以了 下一个